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181天 大有能力的好消息 最近,我有幸在布朗顿教堂周日聚会中 采访到年轻的牧者莫塔巴·哈赃尼 年仅20岁时,莫塔巴牧师就因成立家庭教会 被伊朗政府逮捕 和他关在一起的是杀人犯和毒贩 莫塔巴被单独监禁了很长时间 不知道自己何时,甚至会不会得到自由 莫塔巴感到圣灵提醒自己 要跟育友分享耶稣的福音 机会终于来了 他把自己认识耶稣的经历和福音传给其他人 莫塔巴对他们说 耶稣活着 他说 不管我处在什么情况下 无论神把我放在哪里 我都可以为神的国工作 神安排我在那段时间去陪伴被囚的人 在提到由他带领信主的一个囚犯时 莫塔巴说 我听到神对我说 莫塔巴 无论你经历了什么 离开家人 受到羞辱 所有痛苦 疼痛 奸禁 一切的一切 对这个来到基督面前的人来说 这些都是值得的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信息 可以跟耶稣带来的福音相提并论 福音大有能力 是最好的消息 它能改变生活 改变城市 改变文化 然而 福音也会招致敌对和逼迫 神赐给你圣灵 帮助你传播福音 诗篇78篇40到55节 解释好消息 从最终被拯救 除非你明白自己为什么需要救赎 否则就无法理解福音为何是好消息 通过耶稣的生 死 复活 以及赐下圣灵 神将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 在本段经文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首先我们看到罪的本质 罪就是背逆神 他们在旷野背逆他 在荒地叫他担忧 何其多呢 以色列人的背逆并非偶然事件 诗人说 何其多呢 再三 罪始于不相信神的本质 神的话 以及神的作为 其次 我们看到罪的结果 罪令神担忧 罪将人引向愤怒 狂暴和敌对 最终 罪带来死亡 不光是埃及人 以色列人也照样犯罪 尽管如此 神还是拯救他的子民 他赎买了他们 他却领出自己的民如羊 在旷野引他们如羊群 他领他们稳稳妥妥的 使他们不致害怕 还却淹没他们的仇敌 这一切都是为耶稣基督的 终极救赎做预备 主啊 我感谢你 感谢你通过耶稣拯救并赦免了我 感谢你带领我 指引我 因此我一无所惧 新约圣经 使徒行传 二十章 一到三十八节 分享好消息 神的恩典 不要浪费神所赐的每一天 无论神呼召你做什么 不管环境有多艰难 你都可以享受着使命 欢欢喜喜 完成圣功 福音本身就令人鼓舞 不论保罗走到哪里 他都劝勉信徒 在他的宣教之旅中 保罗用许多话劝勉门徒 保罗真挚热切地爱着福音 谁都不可能阻挡保罗传福音的脚步 在特罗亚 保罗与他们讲论 只讲到半夜 保罗讲了多时 可怜的游推谷抵不住困倦 他睡着后 竟从窗台上掉下去 弃绝身亡 保罗使游推谷从死里复活 接着又讲论许久 直到天亮 这才走了 牧师就是这样 一旦他们开始讲圣经 就很难住嘴 有时会众累得要死 都眼巴巴 盼着十分钟的茶歇 能让自己从死里复活 保罗抓住每一个机会 传讲全备的福音 你们也知道 凡与你们有益的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或在众人面前 或在个人家里 我都教导你们 因为神的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保罗或在众人面前 或在个人家里 我都教导你们 传福音并不容易 为了福音 保罗历经试炼 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从没有认为自己是不可缺少的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执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保罗知道前方道路有多么崎岖 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 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 他历经试炼 眼中流泪 使徒保罗为什么甘愿经历 这许多患难 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 话语的能力 你拥有全世界最有力量的信息 保罗四处奔走 告诉世人神的恩典 这恩典就是真理 这一切都与耶稣有关 恩典就是白白得来的爱 耶稣基督通过他自己的血 成就了这爱 恩典不是赚得的 是神白白赏赐的礼物 如何才能得到这个礼物 保罗的答案是 第一 悔改转向神 悔改在新约中的意义非常正面 它意味着离开罪的道路 转向神 第二 相信耶稣基督 通过信靠耶稣 我们才能得到这礼物 第二 圣灵的能力 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 任何从罪中悔改 信靠耶稣的人 都能得到圣灵 保罗向众人陈述 说自己是怎样被圣灵感动 心甚迫切 圣灵向保罗说话 并且高丽和兴起 凡相信耶稣的人 第三 奉献的能力 只要你付出 就会被神祝福 保罗深知金钱无法买到幸福 应当这样劳苦 福助软弱的人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 说 施比寿更为有福 保罗传福音的时候 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的 显然 他传授给大家很多道理 本段经文让我们对保罗 所传讲的内容 有大致了解 它们包括 神的话语 祷告 教会运作机制 圣餐礼 成圣 帮助软弱者 等等 主啊 感谢你赐我圣灵的大能 给我勇气去面对挑战 眼泪 以及阻拦 请帮助我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执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旧约圣经 列王记下 一章第一节到二章二十五节 传播真正的好消息 好领袖会有意识地培养接班人 此处就是一个例子 得到一个好老师是巨大的祝福 以利亚是以利沙的导师 他把能力传给了自己的学生 以利沙的愿望是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地感动我 他希望成为一位圣洁的人 就像自己的老师一样 以利亚说 如果以利沙愿意跟随她到底 便能实现愿望 我被揭去离开你的时候 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 不然必得不着了 对从事圣工的人来说 坚持不懈是必不可少的品质 开始时充满热情 干劲十足并不难 难的是坚持不懈 在面对苦难 挑战和失望时不气馁 一直跑到终点 以利沙做到了 以利沙的确受到了加倍的祝福 以利亚把自己的斗篷给了她 以利沙正式成为以利亚的接班人 感动以利亚的灵 感动以利沙了 他们就来迎接她 在她面前赴福于地 我们需要透过新约 来看待以利亚的事工 否则就无法理解 以利亚让天火降下 让河水分开的真正意义 以利亚预表了施洗约翰 约翰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 他要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 耶稣说 你比以利亚和以利沙都更有福 耶稣曾说 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 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为什么呢 原因有二 第一 你站在更有力的位置上传讲耶稣的好消息 第二 神在五旬节赐给众使徒的圣灵 如今就住在你里面 每个基督徒 天国里最小的 都可以在圣灵的帮助下 传播这世上最有大能的信息 主啊 我要为我所拥有的珍贵特权而感谢你 我们多么蒙恩 能将这最有力量的信息传给他人 感谢你 这信息能够改变生命 改变社会 改变文化 佩博的补充 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带来两个警告 一 不要轻易笑话谢顶的男人 二 如果牧师讲得兴起 停不下来 最好找一个舒服 更重要是安全的地方 打顿 今日金句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执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